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把车子并排乱停 妨碍交通 一到现场就看见孙国豪跟丰满的妹在火锅店门口一阵狂吸猛抽烟 这个丰满的妹手背上有个太阳刺青 小两口边吸边聊天 十分惬意 接着回头又继续刻锅一连轻空 哎哟 是阿盘 这两人是大魏王来着 孙国豪此时已把挡路的车子一号 哎 竟然图方便直接停在店门口 还停在红线上 开老爸的车还敢乱违规啊 孙国豪在店里挡到客人的去路 哎 吃饱了喝足了富玩帐 开着老爸的老车在桑尼塔图刺青妹离开 哎呀 为了闪机车而逆向行驶 违规又多一桩啊 苹果娱乐新闻 你回家等着被老爸骂吧 她皮肤白细透亮 脸比巴掌还小 只是留个长发就人比花椒 不但能扮青春学生妹 也能扮妖娇 不愧是获选最适合女装的男偶像冠军 架杠的女孩子不够正 还不敢站她身边呢 少女时代的Jessica显然自信过剩 她敢在Shiny的新歌 Shelok MV扮女神 但一比较起来 泰明的五官好像比Jessica还精致耶 Shiny干嘛浪费钱呢 嘀嘀 Shiny的宣传照会不会太性感啦 儿童不宜 分思都快流鼻血啦 想知道好性感的韩语怎么 和泰明露两点牺牲最大 不管是女生或男生 应该都被他们的眼神给迷婚了吧 泰明No more about 报道 是谁家的搞音啊 小朋友这么滑跳跳 让阿姆捏都捏不掉 哎呦 这戴墨镜的老妈子不就是 翘屯针 四十如二郎 狂扑小男友之余 没忘记歌唱事业 宣布夏天在南美展开巡演 日前她带着一双龙凤苔儿女 还有小男友卡斯伯 从巴西结束宣传活动 返回LA机场准备回家 可能飞太久 四岁麦克斯 一下机就起欢闹脾气 一双短腿跑啊跑 跑啊跑 比老妈还灵活 有够失控的 麦克斯趁着空隙转身切出 保镖赶紧上前 一阵耍赶紧上前轻轻安抚 呃 还差点轻到保镖 苹果娱乐新闻老板娘不要小男友会知道了报导 苹果娱乐新闻老板娘不要小男友会知道了报导 嬉皮笑脸又道貌岸然的召开记者会 我就拍一些艺人走光或有了没有露点 那我觉得这才是应该我们去探讨的问题 搞了半天他开记者会动机是要反走光抗露点 否认性骚扰 原期上周六TPBS台 2月00周末开讲讨论周杰伦对狗仔动手 来宾陈辉文突然插播一则一文 然后这个A咖的艺人呢 他就把手伸出来 去不是碰到 有些我们走来走去过电梯碰到 那个不叫性骚扰 那个碰到不是故意的 他是用他的手去搓揉他的女助理的臀部 而且不是摸一下 那我坦白说我是有点吓到说 后来广告时间他在主持人怂恿下 写下这位A咖艺人的名字亮出 据了解正是周杰伦 今天他不愿再回应了 回应文哥 所以你对那个周杰伦开记者会 有没有 你有看过吗 你们可以叫我名字啊 可以叫我全名没关系 当天参与录影的周玉寇 今天则在部落格发表一篇题为 周董与狗仔的文章 提到那天上节目听了一位名嘴 说一段电梯的故事 我心凉了 但周杰伦的陈亲大会 恐怕不能让任何心凉的人暖和起来 大家好好先介绍认识一下 助理 大尼 你过来一下 助理大尼 你的屁股 接着有可能吗 接着有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 是因为大尼比较大吗 周杰伦怎么可能把这般旗舰 内化成自然逻辑 顺理成章脱口而出 喂喂喂 大尼也有屁股 也是女的 却带主牺牲 不但比赦了欣赏丰满女性的君子 同时也羞辱了心宽体盘的同胞 而周杰伦的妙论 更不小心为真正可恶的性骚扰 对犯达到辩解护衡的效果 出家秦曾指周杰伦在面试时 要他穿比基尼 说他是色胚 女巫空陈以婷则报过料 周杰伦向他要过电话号码 带他入过密室 坐过蝙蝠车 觉得这有可能吗 讲这些不是在翻旧账 周杰伦的世界到底什么是可能的 我们不就从昆林的身上 发现了无限可能吗 为了一个捏屁股事件 弄个这样的记者会 我会觉得这个事件 非常无奈的事件 但是还是要沉浸一下 苹果原来新闻也是个非常无奈 不知道